大家好,又是我们数字缘机的时间 今天是6月7日星期一,一个星期的开始 比特币有好消息,比特币刚刚开过2021年会 2021年会在Miami,好像今次有点好东西 是呀,今次有点好东西,其实年会每年都讲 所以才叫做年会,但今次疫情原因 很多语会者都是透过视像,或者是录影 其中一个比较重磅级的人物,是一个国家的总统 萨尔雅多的总统 总统出来说,是不是又想发出央行币? 但他没有央行币,因为这个地方是用美金的 是呀,萨尔雅多的法定货币只有一个,就是美元 他们只是用美元来做结算交收 总统说他在准备一个提案,会交国会审议 这个提案是什么呢?就是会将这个比特币 成为他们国家的其中一个法定货币 即是他认可的法定货币,可以用比特币来交收 到时就是他说会将美金和比特币成为国家的法定货币 那没什么呢? 他现在本身,这个国家好像大部分的人 因为萨尔雅多,我们经常看一些戏 这些所谓的美国片 萨尔雅多有很多所谓的偷渡 很多外奴 即是很多人走了去另一个国家 有时可能偷渡到美国,或者不知去了哪里 在那里打工,打工就要 打完工就是传统,以前香港也是 中国人很多年前,可能谈过偷渡到马来西亚 或者东南亚国家 其实很辛苦,赚完钱之后 就找方法匯回去他自己国家 他的情况应该都很接近 等于现在的费用,或者印用 其实匯回去的时候,会不会费用很贵呢? 因为他只是美金而已 照计,美金、匯美金应该很便宜 匯美金正路就不会太贵 但是呢,因为他本身的国家 都是用现金交收比较多 现金交收? 七成的国民是没有银行户口 也没有Credit Card的 所以如果你说在外国匯了一些美金回去 就可能要透过一些找换公司 代资代付 结果本身收钱的人可能没有户口 要去找换公司提供证件 即是好像Western Union Western Union 要走那类的模式 起码不见了5%以上 是啊,其实在萨尔亚多 外劳把钱打过去的手续费 到10%以上 那也很贵 是啊,而且他的国家有两成的GDP 是靠外劳支撑的 即是打钱进去的支撑 所以如果他在金融方面 或者汇款方面可以有一个 创新一些的突破 对国家的经济 其实现在这个模式 不要听这个模式 等于现在的引融、飞融一样 但引融、飞融就还好一些 因为传统也有很多汇款渠道 是 都贵的 我听朋友说 做汇款公司 如果是专做印尼 或者是做菲律宾的 那个利润都颇好 尤其是在香港汇款 很多这些相关的domestic helper 是 同步地 我相信 他们通过钱包 其实现在都开始很电子化 通过钱包去做这件事 我相信如果他七成的人 都没有Credit Card 没有银行户口 如果他的目标是中下层 或者是基层的人 就相当之有空间 对于整个技术 或者整个development 会非常有趣 因为他没有 是 零开始是最容易处理的 还有为什麽 那时候说回 为什麽非洲某一些地区 和国家 他特别采用这个加密币是很厉害的 因为大部份的人都没有银行户口 现在靠一部手机 还不一定是很强劲的智能手机 他们有些系统 做到普通旧款的手机 都可以接驳到这个加密钱包 相当之有创新 其实这个 为什麽比特币面世之后 带动了这麽多相关的发展 其实除了他经常说的 anomalous 这个其实未必一定是最重要的 anomalous就是匿名 不是每个人都想匿名 有些人是不介意开名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很多人可以接触到 只要你接触到那个线 你就有机会用得上这个产品 是 因为始终anomalous 是一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就是应手性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都认为 虽然比特币现在跌了 但我个人认为 他还有一个 完全未看得透的 在我知识水平 看不透的 就是他的发展的空间 还有多大 因为他始终有一个实质的意义 当然炒卖的成份 一定是重的 但是说 当那些货 是很平均地 在全世界全球的 就没有那么容易 做到那么大的产品 现在最大的麻烦 就是说 一二百个户口的比特币 扣扣扣扣扣扣了 百分之四五十以上的 比特币挖了出来的 总量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人 是不是 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流通性 还是有个问号 整体的流通性 如果你告诉他 百分之七八十五六十 是某个政府的代表人 根本就控制了 比特币市场 其实又出现了另一点问题 是不是 你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时候想教你 最近你看到前两个星期的闪崩 市场传闻是说 有某一个客户 是中国人来的 要受到一些处理 他手上一些相关比特币的资产 要受到处理 所以就 坐到他下了三万 坐完之后反弹回来 将会反弹回来七万 未见了 但坐三万就肯定见了 你会看到 可以从五万多跌到三万 五十个百分比特币 就是说给他听 比特币这一种 是很关心的 还是很脆弱的 在某个程度上 所以我们还要 真真正正的能够 稳定客来才行 就是当年瑞士法郎 像欧罗那样 一声不见 七八个百分比特币 加上杠杆就会死亡 炒那些就会死亡 七八个百分比特币很重要 在短短一段时间里面 anyway 因为现在比特币 整个market capital 只是去到黄金的不足10% 所以 它比较volatile一些 是正常的 正常的 还是初阶段 还是初阶段 整个base 都还是很小 anyway 好事来的 起码有个正面的 比特币的用途 或者正面的 应受性 有没有其他呢 有比特币的 你刚才提到匿名者 匿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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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 为什么呢 那关于他什么事 Elon Musk 都是公众人物 我说炒啊 有什么问题 我有时都会说狗狗好 没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这个组织 出了名的 对任何政要 或者政府 或者私人机构 如果他见到 一些不公义的事 发生 就会点名批评 接着会对某人机构 会发动攻击 今次就是说 Elon Musk 做的所有事都充满阴谋 亡故 充满计划 策略 亡故 正常做生意 逢商是必奸的 这是你预算的 是 他说他亡故 勞工和币圈的利益 就是一定要炒上 炒跌不行 即是跌不行 又不能说得通 那你说网顾勞工 勞工有什么关系呢 他有提供一些证据 就是说 有证据 是 说Elon Musk 他以往一些工厂 关于工厂的一些 工事过场 以及一些同工的问题 有时这些很难 不一定跟Elon Musk 你知道 现在的工厂有很多外判 或者是当地的 对 但是你作为Matter Company 你没有去好好监管 没有给压力去下跌外判厂 他都上了一句数 是 这是有个问题 我以前跟朋友去某些地方 去看他们做QS 尤其是成衣 去做QS 去做查询 正常的 一般来说 来到一些所谓翻轨 鬼头 派几个代表来 然后带他们去一些地方 看看完之后 正式看到有工厂 有车出出入入 间中 你就会觉得 有流水的了 有货出 有货入 今天一天要做几百条的牛仔褲 或者牛仔褲 product 我后期看到 我说 挺好的 你看到的是表面 原因就是 其实在很多劳工的情况下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 把一些产品用未成年 或者是在监狱里面做 他们给我看 很多时候 那些地方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很多时候 你看到早上无厘头 突然间有部车 不知道在哪里车回来 那时候很流行的 那些牛仔褲 就是用猴子 刮 刮 石磨 用人手做的 那些 听说就是一些 可能不太合适的地方 做完 product 就早上运回来 其实你说是否坏事 其实在他们说 又不是的 譬如说假设 假设在监狱里面做这件事 他对他们是一种收入 当然你要多给他就是 你给不到他就不是 就是可能一元给他两毫 那八毫子就留下了 用来补贴 Mocker Mocker 没错 那这个 就是一般人做QS 根本没办法看到 你说你怪他去看 他可能真的派了人去看 不是他不尽力 他尽了力 但是他不知道 其实当然 黑客既然有这样的相片 或者他可能有location 还有之前有报导的 就是说他不尽力去维护 这是个问题 币圈最主要的就是说 其实整间公司 都是不断拿政府的资助 为了拿政府的资助 把币炒上炒下 罔顾了很多小币圈的投资者的利益 Tesla说他会去买币 持有些币 他说过可以用币来换车 买卖车 但后期取消了 基于一些所谓的环保原因 现在回头 他有提过的 那你那个环保的原因 不是你最初说买入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月发生 有重大的改变 那你那个环保的原因 几年前已经存在了 你买入的时候 你没有考虑上去 你突然间炒上去 你这样说下去 是令到有很多人是损失的 那些追求者 他觉得这件事是需要的 就是输打赢要而已 我又不觉得他很正确 就是有少少 当然不是我们的知识范围以来 因为客户组织 对某一些政要有的看法 可能侵蚀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可能就有些说法 可能这次跌下来可能是选手 有些调气不太顺 没难说 Anyway Elon Musk有没有反应? Elon Musk没有任何反应 唯一一件事做了 就是在他的推特上 把他的头像 又改成了比特币美少女的头像 比特币美少女 他又告诉你 我还是在拥抱比特币美少女 在拥抱比特币美少女 又告诉你 我是支持者 就是曬马 我没有离开过 我还是继续支持比特币 是 他应该出来公布一下 又掃了多少货 可能更正面一点 拿钱出来支持 其实这样的 黑客组织未出声之前 Elon Musk又提过 放过一些照片 暗示他要和比特币分手 即是想和比特币少女离婚 是 是 是 这个 Tron的创办人 Justin Sun 是 孙余神 是 有发声明出来说 是 如果Elon Musk 你这么不喜欢比特币 你可以全部放大出来 它全部和我们接收 嗯 嗯 OK 又是 这段小策曲 小策曲 但是 我认识他们 这个圈子 这么窄 这些人 大家也有机会 坐在一起聊聊 赵长鹏也有说话 是 就说 你作为一个 他没有点名 他作为一个有影响力 有责任的人 嗯 你说 你周围 就是胡说那些东西 就不是很负责任的 有时候 那些东西 他叫一些小投资者 从来没有一个人 是听着一些很有钱的人 胡说 就跟着他做 就可以发达 一定要自己好好研究 没有的 喂 李赵长鹏 从零到现在 嗯 又是一样 那你现在 都是说一些正面一点的 喂 难道他说两句 对他有好处吗 嗯 那他都是为 就是不要说 不至于说 这么伟大 为全世界 起码为自己 他都要发声 大哥 你搞全个派对 我怎么玩呢 我都没玩完 我刚刚才开始玩 嗯 这些不是我们的 我们的知识范围 太有钱了 这些有钱游的游戏 OK 嗯 嗯 还有什么呢 Protos.com 是 有间叫Protos.com 说这个NFT NFT Protos.com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 是一个分析的网站 是一个分析的网站 是 他就提到 他说近日呢 这个 币安和这个FTX 都高调宣布进入这个NFT市场 开它的market place 新东西 慈然受欢迎 其实就说 但是整个市场呢 他说已经泡沫爆破了 为什么呢 刚刚才开波又泡沫爆破 他说由高位来说 那个交易量呢 已经重创跌了九成 高位 什么时候的高位 我没记错 应该是5月3日的高位 5月3日 差不多是币刚刚冲上去的时候 也是那段时间 是的 那时候 5月3日比特币六万五落上了 那个时候 跌下来就很正常 什么东西都跌 什么都散了 什么market都会慢了 所以 有很多人都不太同意他的说法 你每次用最高点 和最低点来比 的而且确 最低点就升了不少 对不对 你说从零开始的生意 现在在做一日平均做多少度 有没有数据呢 没有数据 下次吧 明天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数据 因为 你从零开始 现在平均有个数据 譬如假设 是 一个亿 他这个 他5月3日最高的日 可能是说十个亿 跌了百亿九十 但是那天是 就是one off的一个数字 平均能够保持 慢慢 譬如说平均数值 一般来说 我们说这些是有效与无效 然后呢 一般来说 譬如用日数来计 就把最高的三天 和最小的三天 拔开了它 然后呢 或者找多五天都可以的 或者用一个平均 是的 拿一个平均数 或者月平均数 就剔走一些 Extremely High 或者Extremely Low 的一些 的数据 嗯 然后才做一个所谓Average 嗯 可能呢 参考价值会大一点 嗯 这个是一般做 我们做 Statistic Report 都是会这样做的 嗯 那么 留意一下 爆破 刚刚才开球 是 我又不太觉得 身边有很多创作人 都开始进入NFT的市场 真的可以为他们 带来一个梦想 是的 更加低成绩的渠道 可以将他们的作品 公诸于世 可以让其他人更加容易接触得到 是的 我也在叫身边一个人 创作一些歌 试试去NFT玩一下 Summer 没入大学之前 试试去学校玩一下 如何赚一下零用钱 我见有个朋友 一个孙女 很小 十岁左右 她自己不知怎样 画些东西 画些东西 放上youtube 哇 不知有多少个追踪 实际上是十万个追踪 实际上是十万八万个追踪 然后她还有奖金 youtube那些 还有一些bonus 你想想一下 我家里很贵有钱 这个孙女 现在虽然未大 我看都持有170亿 但另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不是钱问题 而是过程问题 是很重要的 全世界所有事情都是 你不走出第一步 你永远不知第二步 没有第二步 就没有未来 等同现在很多国家 还是在一个 不完全是禁制性的阶段 但她对于 拥抱这些数字货币的投机 的确是有她一套的看法 我们也同意 因为过分投机在这个阶段 也是不适宜的 为什麽她要给一些 叫做 professional investor 去做呢 因为这班人输得 你真是平民百姓 都要割韭菜 我们来说 割韭菜 一刀切就说 这个加密币 其实也是想带出一个信息 这个市场的风险是很高的 不是你这些人 一般人可以乱去玩的 但是呢 现在的信息已经传递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比特币 加密币的市场的风险很高 其实呢 作为中国人 国民呢 其实是享有这个 买卖加密币 尤其是比特币的自由 其实是一种asset 在深圳有个案例判过的 国民是可以拥有这个 digital asset 当然你买的过程是否规划是否法 是另一个issue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拥有呢 我通过我朋友 我朋友在海外买了 买了之后他送给我 我可不可以有钱包收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用自己的钱买 我朋友买了之后就订给我 我拿着了 好的问题是 你买出的时候 那个过程又怎样了 这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我送给我也不行 是不是 我拿着 有没有价值也不知道 我贪过瘫 我想有这样的东西玩 是什么来的 你未必不行 现在很多朋友 有些小孩在海外 他们海外有钱 海外有钱 买了之后 爸爸 妈妈 做个比特币给你享受 你放一下就可以了 你当欣赏吧 或者儿子 做个NFT product 或者女儿做个NFT product 走上去买了之后 妈妈 你来投了去买了它 帮我做个纪念 那它又是一种Digital asset 是不是可以呢 因为官方也没有很正式 整个规条说出来 这篇文章发表之前 就好像有一刀切的疑味 大家都真的害怕 会不会儿子女给NFT 给比特币的持有 都可能在触办法规呢 现在说了 有买卖的自由 大部份的人都松一口气 起码原来都是可以的 拿着可以的 有些人买了 未必想立刻要买 即是它说明 要提防 还有要杜绝 主要是一些空气币 一些狗彩币 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盈利的目标 全部都是靠一些吹嘘的东西去做上来 那些就要禁止 其实最近在国内的网上 都看到很多相关的项目 或者所谓的狗彩币项目的发行人 其实目的是一种诈骗性的目的 即是它连整个平台的价位 全部都是受它控制 即是如果你证明 他们是这样做 这些当然是明显地是诈骗的 否则的话 其实在币当时做了一些 ICO Project 其实在海外 不要说国内 海外其实有很多项目 其实等于当时的电子众筹 用虚拟货币做众筹 当时的概念是这样的 即是我不买股票 我会搞得上市公司 我又要成本 但我的Project有个理念 整个白皮书出来 如果真正正正想做事 写好了 大家知道怎么玩游戏 那你就等了 你看到现在很多 譬如B&B Telegram 尤其是一些 development平台的那种币 每个都涨到这么多 你说当时 买它的币做 ICO 那些有没有错到呢? 很多现在才能放出来 才能买的 每个都发财了 平台现在又发展得很好 那币圈 或者是这个 这个所谓加密币市场 方面面慢慢都在膨胀 这些developers 是很贵的成本 就是要聘用一个好的IT 你不要说 就说腾讯 腾讯现在在深圳 聘用一个IT 哎呀都说 三万到四万人仔 搞到每个都说 跟腾讯打工就可以了 年年有 bonus 是很不健康的 我告诉你 其他的企业 不用聘用人了 是很大问题的 每个都说 当然腾讯有个标准的 不是你说的 但是我们看到 你炒得做三五七年的 有些概念 有些某些技术 他进来再说 但是自然 在市场上 其他人就变得很辛苦 嗯 Anyway 这个就是个情况 希望更多利好消息 其实币圈的人 希望更多利好消息 嗯 我唯一的担心 就是我最近也跟我说 就是 喂 币圈去到现在 在四万反复了 BTC 那么 现在的股票 就一直很长黄 是 那么 尤其是美股 一直走高 好像 Sky is the limit 一直都 跌了少少有反弹 但是大通胀 是明显地会来的 嗯 如果股票大跌 我认为 一些币价一定会出问题 嗯 因为大家都需要留意 因为股票大跌 现在有很多币圈的人士 或者持有 或者海外 就可能 售一些币出来 套现去买什么 买股票 始终股票是有一个 感觉上良好些 是 感觉上 当然 所谓的 Crypto Believer 心态可能不一样 但是 现在还有很多 美国的大架投资机构 很多的私人 企业 Family Trust 全部都有做 据我们不成文的统计 或者看到的讯息 是 你难保它 你试一下 当年City Bank 跌到两三元 今天你再试一下 跌低一点 看看它能不能骂你 嗯 不会不骂你 传统经济的东西 不会死掉 是 虚拟货币 是虚拟经济 嗯 很多东西还未完完全全 放在桌面 这个才是个问题 嗯 大家希望更加落实 更加走得宽 更加多国家 承认比特币的存在的时候 可能就是比特币经济 向下走上的第二波 的一个信号 嗯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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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